海底小纵队 我们得马上回到章鱼宝上去 海藻又来了 刮鸡 启动挡风玻璃与刮器 收到 队长 灯笼鱼顶呼叫章鱼宝 章鱼宝请回答 呼叫张教授 这里是巴克队长 你能听到吗 请回答 灯笼鱼顶呼叫章鱼宝 请问有人吗 请回答 我那些关于海藻的书 我知道他们肯定在附近 章鱼宝无人应答 真奇怪 我几分钟前还跟章教授通话 怎么办呢 希望他没事 也许他睡着了 如果不是章教授 那谁在驾驶章鱼宝呢 找到了 海藻 很多海藻 很多很多海藻 巴克队长 如果能很靠近章鱼宝的话 我觉得我能够抓住他 试试吧 屁肯 抓住了 命中 干得好 鼓 我们得马上回到章鱼堡上去 你跟我一起吗 瓜季 好的 队长 医生 你来看 我 好吧 队长 海底小通队 执行任务 刚才真险呢 谢谢队长 加油 咱们得尽快到达章鱼堡舱门 章教授可能遇到了一些麻烦 关于海藻 关于海藻的一切 其他海藻相关是什么 打不开 让我来试试 有时候需要一些北极熊的力量 加上猫一般的敏捷 还能完成任务 还能完成任务 海底小通队 基地总部清理完毕 现在我们分头到章鱼堡其他地方解触手吧 且拍摁 超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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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墨汁还能撑多久 我们需要时宝 要快 明白了 突突 报告借出手进度 好 队长 休息舱都已经清理完毕 滑道和工作区都已经恢复了 就只剩下这个 泡泡引擎 这是最让人纠结的地方了 海地小松队 现在我们需要大家齐心协力 部队长 情况太复杂了 连手册上都没有 还是让我自己来吧 皮医生 这是怎么了 我什么时候能走啊 现在我们只剩下一个结了 但是 这个结很大 小萝卜 请你站在外面 你能做到的 皮医生 是宝 马上就好了 不过 可能会有点痒 你稍微忍着一点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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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要回家了 师傍 谢谢 匹匠 救命 救命 我来处理吧 匹匠 千军一发呀 不纠结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 我觉得里面住着一个小东西 我在哪儿 你在章鱼宝里面 我的房子 它 它碎了 别担心 小家伙 我们马上就可以修好它 快的你都来不及说声 拔呀 拔呀 拔萝卜 好吧 但是快点 我好冷 而且这里光鲜也好刺眼 你住在午夜区 那儿中年黑暗 而且海底温泉让那里非常热 那儿 章鱼宝对你来说一定很陌生 我想回家 兔兔兔兔会修好你的家 然后我们就会尽快送你回到午夜区去 与此同时 我们会尽量让你舒服一点的 怎么样 暖和吗 够黑吗 好多了 暂时 谢谢 首先 我们得搞清楚这些隧道是怎么连接的 让我们试试看 不对 好吧 我再试一下 又错了 等等 这样应该对了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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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小洞没有连起来 我的头都长疼了 别着急 在搞明白之前 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你看 我们一直试着从石头外面研究解决方法 但我觉得我们需要看一眼里面 我想达西西一定有办法 有了这个小相机 我们就能看看你的隧道里面是什么样了 嗯 我给它取名小虫相机 好了吗 好了 嗯 死胡同 这些洞还是没有连通 又是死胡同 好 太完美了 真是太好了 我来用这罐强力冒被焦水把它粘好 完好如初 我要拍照了 请说茄子 茄子 现在我们就送你回到温暖黑暗的家去 太好了 我的触手好疼 我乐于救助任何伤病生物 先把这石头搬开再说 你需要绷带 好了 完好如初 谢谢 靠着我 伙计 现在我们帮你离开这里 西灵通呼叫巴克队长 说吧 西灵通 快没时间了 巴克队长 我这里显示五分钟后火山就会爆发了 明白 西灵通 最后检查一遍 确保所有人都离开了 三分钟后再登陆于警舰 好的 队长 巴克队长哭叫呱吉 你负责的区域都清空了吗 是的 队长 全部撤离 最快速度回到舰艇 匹医生 你的区域都清空了吗 是的 队长 哦 不 他们还在这里 这是波波 波波 还有波波 队长 在火山上还有三只水滴鱼没有撤离 我们马上过去 匹医生 快点呱唧 哦 我这就来找你 波波和波波 但是你们好远 波波 医生 我们必须马上带你和你的兄弟撤离这里 哦 我以为自己能办到的 但是我没有肌肉 我就像果冻一样 行动起来很困难 别担心 我们是来救你的 西灵通呼叫队长 你必须赶紧离开那里 马上就撤 医生 你来照顾波波 呱唧 你来照顾波波 但还有一个波波怎么办 他就交给我了 海底小松队马上执行任务 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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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好痒 我们走 我们是痒痒 我们走 转容 赶着 赶着漂亮 队员们 海底小松队 去发射台 吸灵兔 到底怎么了 队长 这太令人激动了 你找到了一只灯塔水母 它没泡了吧 它就在这儿 安然无恙 这有什么好激动的 伙计 灯塔水母拥有一项其他生物所不具备的本领 它们可以返老还童 然后重新开始它们的生命 那也就是说 灯塔水母可以长生不老了 是的 除非被其他动物吃掉 别担心 有我在 队长 只有灯塔水母才会经历这些神奇的变化 这在动物界都是独一无二的 我还从来没有亲眼见过呢 现在可以了 在你抵达之前 我们会尽力保护灯塔水母的安全 谢谢队长 海底小松队 执行任务 等等 我的笔记本呢 还有我的放大镜 谢了 小萝卜 不不 我来驾驶 兔兔兔 打开章鱼宝舱门 要小心呢 吸灵通 别担心 好了 好 这样好多了 队长 我正在路上 我一定会尽快到达的 好的 谢灵通 别担心 我们会照顾好这只水母宝宝的 我们现在只需要等着谢灵通就行了 咚咚咚咚 谢灵通 谢灵通 呃 这些泡泡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呃 不 它朝鲸鱼的嘴飘过去了 挠痒痒 时间到了 挠痒痒 我们给鲸鱼挠痒痒 让它合补龙嘴 然后我们就去抓水母宝宝 呱唧 你挠尾巴 我挠肚子 披上 我负责抓水母 我们行动吧 准备 准备 脑 抓到你了 咚咚咚咚 你们这些家伙 真是笑死我了 我还在追泡泡 听起来 似乎鲸鲸要张开嘴 想用它的午餐了 机会来了 呱唧叔叔带你出去 队长 绳子 呱唧 泡泡 提手 它马上就要穿过海绵组织了 那一定疼极了 我们不能让它掉进胃里去 坚持住 泡泡 我们必须让它回到水里 要快 泡泡的尖刺 一定刺得金沙非常难受 我够不到它的尾巴 只要抓住我就可以了 抓住你了 好 好 大壳地震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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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朝嘴巴跳过去 必须及时赶到嘴边才行 走着 好 等一会儿 好 猶 formation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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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